当你耳垂的这边循环不好的时候 这边的胶原蛋白就会流失 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皱纹在这边 这个就是冠心钩 它得到心肌梗塞的几率 真的是一般人的十倍之多 大家都以为皱纹就是 年纪慢慢的老了就会跑出来 但是你知道吗 最近的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在特定的位置出现皱纹 就代表你心肌梗塞的风险大幅的上升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大家觉得很奇怪 皱纹不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吗 那你为什么胶原蛋白会流失呢 跟你的血液的循环是有关系的 当你的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时候 这些胶原蛋白自然不容易增生 自然就容易流失掉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年纪很轻 就产生了一些皱纹的话 是不是代表你的血型比较不好 通常你周围的血型比较不好的时候 就代表你心脏的循环 也可能比较不好 那自然你得到心肌梗塞的几率 就会比别人高了 有四种皱纹介绍大家可以尽量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你可能也听过的 我们讲的冠心沟 什么叫做冠心沟呢 就是长在耳垂的皱纹 为什么要特地讲这位耳垂的皱纹呢 因为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你循环的最末端 这边的循环如果不好的话 就特别能够代表你全身的循环 可能是处在一个不好的状况 当你耳垂的这边循环不好的时候 这边的胶原蛋白就会流失 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皱纹在这边 这个就是冠心沟 所以有冠心沟的人 特别是年纪很轻就有冠心沟的人 那你的心脏的循环可能就不会很好 你得到心肌梗塞的几率 就可能比别人高 那另外的几个原理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讲的三根的横纹 就在你鼻头的三根 这个出现有横纹 因为这些都是皮肤比较薄的地方 当你这些皮肤比较薄 胶原蛋白又流失的话 皱纹就比较容易看得到 今天如果你是在肚子里面 这边胶原蛋白流失 因为这边脂肪很多 所以你可能也看不太到 另外还有讲一个叫做 悬真纹 就是你皱眉的时候 中间的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抬头纹 其实抬头纹这个真的是有论文支持的 欧洲就有发表一个论文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人抬头纹比较深 比较多的时候 他得到那个心肌梗塞的几率 真的是一般人的十倍之多 所以注意看 当你抬头纹很多的时候 不要总是不去注意他 如果你很年轻 抬头纹就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要去多多注意一下 自己的心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当然刚才教大家用皱纹来看心肌梗塞 其实没有没有那么的准 因为有些人明明就有冠心沟 其实去检查心脏好的要命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 信的说 你有皱纹出现 可能代表你的循环不好 你就要多多注意你的心脏问题 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位教 正常我们来讲 心肌梗塞最大的危险因子 就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常讲的三高的问题 还有肥胖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心肌梗塞就分典型的症状 跟不典型的症状 典型的症状就是你常常听到的 我胸口被一块大石头压住 通常是你在运动或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活动的时候 你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 所以这时候最容易诱发心肌梗塞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所谓的非典型症状 非典型症状就很讨厌了 大家常常讲的 有可能是牙齿痛 有可能是肩膀痛 甚至有可能是耳心呕吐 像潮味道的症状 甚至有人是用胃痛来表现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心肌梗塞可能会出现一些耳心呕吐 甚至像是上腹痛的一些症状 耳心呕吐只是人类的一个反射极致而已 很多的不舒服 人类都可以用耳心呕吐来表现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出为样了 比如说有人感冒会耳心呕吐 有人乳房的那些长一些种的疼痛 他会用耳心呕吐来表现 我告诉各位 耳心呕吐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它只是告诉你 你的身体可能出问题 但是它不一定是什么 像最常见的是肠胃炎 可是只有太多其他毛病 都可能会耳心呕吐 另外有人甚至可能会用一些上腹痛来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各位你知道吗 心脏的那些感觉神经 跟那些感觉神经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分得那么的明显的 人体有所谓的反射痛 什么意思 就是两块区域 它们的疼痛的那个 回到的位置可能是在同一块 所以当你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 特别是在心脏的下端不舒服的时候 那个疼痛有时候就跟胃痛很像 当然如果当症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那个就很明显 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分不清楚 你到底是胃痛还是心脏有问题了 所以给大家一个忠告 如果你本身有三高的毛病 那你又合并有横隔膜以上 甚至是上腹部以上的任何症状 你都要想到 它跟心肌梗塞可能是有关系的 要好好的控制三高 保护你的血管 才可以远离心脏病的威胁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人心肌梗塞倒下去的时候 就是他这辈子的第一次发作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发作 江屁一件事 关心健康所有事 我一直认为大肠癌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癌症 50岁以上的大肠癌的发生率 有慢慢的在下降 但是在50岁以下 有上升的趋势 年轻的族群能够忽略这个疾病 初期的大肠癌有什么症状 答案就是没有症状 赶快加入健康2.0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荣养生班 都能线上观看专属课程 还有好理等着你喔 字幕志愿者 杨养生班